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必反复观看之后呢 屏幕前的朋友们肯定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有的朋友啊 或许觉得之前的课程呢 内容已经很深了 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才能够消化 其实呢 这里我想说 真的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真正的心法口诀当中呢 比如这节课我要开始讲的 高深断局二数法诀 如果相比较市面上的某些 模棱两可的奇门预测技术来讲的话 那你会发现啊 我接下来讲的这些 才是真的硬盘奇门的实用说明书 而且啊 我讲的这些都是古书上游记可循的 并不是我自己或者我师父胡编乱造的 高阶课程的心法口诀篇呢 全部学完之后 那你会发现啊 断策一个盘 你会比这个行业当中的80%的人 看得更深更全面 而不是凭一腔热血去瞎蒙无猜 这里所讲的二十法诀呢 是一种用来联系串联 以及引动整个奇门盘 宫位的应用的方法 如果能够掌握的话 基本上可以奴架 宫兴门神干了 可以读取更多的 可以让我们利用的信息也会更多 比如呢 这高深断局二十法诀当中的名称 分别为 动 进 望 衰 损 意 进 退 冲 合 连 鼠 行 空 木 破 夹 照 浮 反 总共呢 这二十个法诀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动的 那所谓动呢 即盘中之动 也就是啊 动机出现的地方 天机呢 藏于动处 动处才会有玄机 一举到手呢 先看动静 有太极 耳后有动静 那有了动静呢 才会有 声刻冲合 耳后便会有了 急凶或福 那动静是音 我们看到的声刻冲合呢 则是像 最后的急凶啊 才是果 那我们说 这样的动会出现在哪里呢 到底会有几个呢 总共啊 会涉及到六个动 一次是四刚上的四动 望动 马星动 空王动 冲动 还有方位动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先看四动 也就是起盘时辰的 年月日时 四个天干 在音盘里面呢 又称为四刚 何为动啊 时间在动 那起门盘是静的 但是四动 也就是起盘时辰的 年月日时 四个天干 所落之功为发动的功 天干是气 气的流转呢 决定了急凶的产生 它基本反映的是 必然发生的人 是 或者物 可以说啊 是一种存有 必定存在 一定有其人 有其是 有其物 四刚的落宫啊 必有其人 是 物 针对日干 与月干来说呢 音盘其门呢 一般是以日干 为面问测对象 月干为 远问测对象 他们所落的功呢 为问测对象 整体运势的总称 代表问测对象的 才能禀赋 性格想法 行为表现 以及身体状态等等 当问测对象 信念一动 有事来问测 向预测师发问 那就坐实了 日干功 或者月干功 则整个奇门盘呢 就开始启动了 那针对石干来说呢 四刚当中啊 尤其是以石干 更是重重之重 石干乃一时之主宰 也就是说 是一局的刚领 所闻之势的 祸福成败 进阶前见 而且呢 石干呢 就可以与日干 月干 或者用神 向脚对 而且我们之前呢 都讲过的 石干又可以与日干 形成主客关系 也可以为日干的先锋 对不对 这点呢 当时让大家强加记忆的 我们再来看妄动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奇门符号 是否落于五行相同的宫位内 或者呢 受宫位五行 所生住的宫位内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不难理解 假如天干心 五行呢 属金 落于前宫 或者对宫 是不是可以说 落于五行相同的宫位了呢 对吧 再假如啊 心金呢 落在了 更宫 或者啊 昆宫 土 生金 那就是受到宫位五行的生住 可以理解啊 所以啊 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称为妄动 那什么是马星动呢 马星啊 它代表一马 在九个宫的四个脚宫移动 代表着移动 所以呢 称为一马星 那马星除了有动的意思之外呢 也主快 代表马上要发生 或者啊 马上要面临的人 事物 下一个 空王洞 空王呢 也是代表着 事物发生变化了 事情呢 有变 所以啊 空王 它也是一种变动 再看冲动 这里的冲动 包含啊 多种含义 一是 比如我们所说的 用神或者符号 落于宫位啊 呈妄动之事 这本身就是一种冲动 二是呢 天干与天干 形成了 干冲格 比如 以加心 这样的就是干冲格 或者啊 地支与地支 形成了支冲格 比如 羹加鬼 甲身羹当中的身 与甲银鬼当中的银 地支 银身相冲 这叫支冲格 无论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妄动 干冲格 支冲格 其实都属于动 则可以称为冲动 和怕冲 冲则冻 还有另外一种冲动啊 第三种冲动 其实呢 是由宫位形成的冲动 也就是对宫 以整个盘面来看的话 本宫与对宫 互为什么 互为阴阳 形成一组太极 当专用神 落在了第一用神 和第二用神 日时或者月时 落宫的对宫时 则用神呢 也代表发动了 代表正在面对的 人 事 物 这一点啊 在我们以后的 断式的时候呢 要引起注意 要多看一眼 对宫的情况 如果对宫有问策人 所谓之人事物的用神的话 那也代表着 落于动出了 或者呢 叫做发动了 那最后一种动啊 叫做方位动 其实啊 奇门还是很注重刻硬的 我们在预测时啊 如果某一方位 有人事物的动应的话 那可以称为方位动 这个方位的宫位内的信息呢 也可为预测时需要重点参考的重要信息 比如我们在断策的时候啊 断策人呢 想去东南亚某一国家旅游 那在日时或者月时宫 我们见不到类似九天 马星天冲 这种用神的话 那我们呢 就可以监看出行人 出行方位宫内的信息 来补充断策 那何为静呢 我们说啊 动与静 它是相对的 奇门盘当中的静 也就是相对于动的一面而言的 只要我们在盘中找到了动处 那不动的地方啊 自然就是静的地方 静所代表什么呢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代表着针对问策者而言呢 还未发生的人事物 或者说啊 问策者所问之事 没有落于动处的话 那他所问的事 就处于静的一面 这件事情呢 还没有发动 或者啊 未来啊 有可能会发动 所以 这节课 二十法诀当中呢 我们讲了 动与静 也就是动静诀 盘中之动 也就是动机出现的地方 天机藏于动处 动处啊 有玄机 一举到手 先看动静 有了太极 耳后有动静 有了动静呢 才会有深刻冲合 也就变有了急凶祸福 那静呢 相对于动的一面 不动的地方啊 它就是静了 这是二十法诀当中 关于动与静的内容 讲完之后呢 是不是脑海当中 有用的知识 又提升了呢 那好 我们这节课呢 先讲到这里 如果一遍听不懂的话 可以多听几遍 如果有问题 课后可以线上咨询我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onton!